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世界里头第九届是什么 对 遵守家通规则 虽然就是在10月7号那天 我骑机车跟一部物流的货运车插撞 然后造成我的右手骨 就是粉碎性骨折 然后当时有一位很热心的目击者 他就说我要等那个警察来 我要告诉他 司机没有打方向灯 而且一面讲手机这样子 然后我当然很感谢他 可是后来我想一想说 如果当时我把车距再拉大一点 然后我的速度再慢一点 这样子应该结果就会不一样 然后这两三个月来 就先后有两位医师帮我开刀 也真的是难为他们了 因为我的手是太瘦了 第一位医师因为那时候 119就把我送到三重联合医院 我想说离家近就好了 然后医师帮我装了两只骨板 装上去以后 他说他非常用心的 要把我的齿神经放回去 他已经找到我那个手部最有脂肪的地方 来摆我的神经 结果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神经还是滑掉 然后滑掉之后不打紧 就被底下那只骨板给压住了 所以我的这个手指头就弯弯的这样 然后前十几天 就换那个我们慈愿的周医师 他就提早把我那个压到神经的骨板 把它拿出来 这样我的神经才能够恢复呼吸 要不然被压在那里一个多月 然后这个名医固然重要 可是上人跟我们说 我们要培养良医 因为良医更重要 因为在我神经就是压迫 而且压迫很严重的时候 那我姐姐就很担心 他就去找这个什么百大名医 他很用心去找 又找到骨科权威 可是他跟我说 这个一定挂不上 然后后来是挂上了 有挂到号 然后还有找到那个 熟外科的医生 这医生只看熟 那也是觉得说 哇这很棒这样 可是这两位医生 不但没有帮我处理 而且 而且这骨科权威 他每次看到我的手的时候 他就眉头伸锁 然后就一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就讲说 你这个有可能 要有心理准备 最坏的情况 有可能怎么样 他给我看那个照片 那个照片就是 那个叫做 软缩的那个手 然后就是好像坏死了 然后整个手就是变形 变形 那有的甚至也变得扁扁的这样 我姐姐也看到那个照片 我不敢再看那个照片这样子 然后把我吓得 我的血压那一阵子 都乱掉了 我从来血压都是正常的 那阵子听到那医生 而且他是骨科权威 他这样子讲 真的会心情 变得很低落 那一阵子 那遇到这件事情 我有一个省思 就是体会到 凡事那种念之在之的重要 上人也常常告诉我们 就是当你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放在脚上 我们手在做事 心就要放在手上 然后禁思语 刚好不久就看到一句禁思语说 日常生活中 即使几千万日的安全 也弥补不了刹那间的疏忽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提醒大家 因为我第一次开刀 我隔壁床一个太太 她就是她的鞋底就磨平了 然后她刚好走到公园 一个地方有鞋坡 然后她摔了一跤 也是摔得很严重 比我还好严重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 相上人说走路要轻怎么样 怕地会痛 除了怕地会痛 而且我发现走路轻的话 这个不会有声音 比较有礼貌 那鞋底也比较不容易磨损 那一旦鞋底磨损了呢 我们可以去换鞋底 或者说再换一双鞋子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的伤如果比较全意之后 一定要多动 可以避免肌肉萎缩 那个筋骨僵硬钙化 或者沾黏 那因为我那时候 一直在照顾我的神经 那就有医生建议我说 你先不要复健 所以这个沾黏 钙化这个状况就一定有 然后所以这复健的路 可能就会比较长一点 然后在我无法入眠的夜晚 那时候我好怕晚上来临 晚上来的时候 有时候痛醒两三个小时 我没办法再睡觉 然后有一阵子我师兄 就跟我把我无辜粉泡好 那如果我醒来就赶快喝 喝完就可以辞职痛药 那后来我就想说 我常常这样子睡不着 那干脆我就来听上人开始 请上人陪伴我 哇那时候夜晚人静都没有人潮 特别的色心 然后我听到上人刚出家 那时候的一个坚定 那叔妈要跟他带回去 那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 然后所有的佛菩萨 他们也要成佛 一定有一个总院 总院是什么 四红四院 这个为主 然后上人说 他还有一个别院 他那时候是在打佛期 二三十年前 我们还没有盖医院的时候 上人就跟大家呼吁 他就说 我们发愿 我们一起发愿 来世 我们一起来当医生 大医王 我们来救人 那我们来创造一个 没有身心疾苦的世界 上人说 我刚才病苦 我听到这些话 真的很感动 然后我想到说 现在我们各大医院的院长 都非常的具有慈悸人文精神 然后我们的大医王 医护人员 有很多都是四病如亲 所以三十年后的今天 不必等到来世 上人的院 已经慢慢的都在铺陈了 那我们都是直接的受贿者 然后直死天涯 我是个手指头 因为医生在观察 手部神经传导 是否正常的时候 他会用拇指来碰其他食指 我们师兄姐 我们来做看看 用你的拇指 碰其他食指 有没有人碰不到 很容易对不对 可是我神经压迫之后 慢慢的慢慢的 我的拇指就碰不到我的小指了 就碰不到了 结果第二次手术 那一天 那一天 我的拇指就碰到我的小指了 哇 我就跟金彪说 哇 真是之前一个多月 直尺天涯 然后 然后我当天就有这一个 这么好的现象 我说好开心 我说金彪 我一定要一天 我今天给你这个好消息 我一天要给你一个惊喜 回报你给我的照顾 结果到第二天怎么样 又恢复了 第二天 医生来看我的时候 他说 这神经的神经的恢复 没那么快 要慢慢来 害我空翻洗衣肠 然后我自己也很忏悔 想想 以前 累世的不要讲 从小到大 我们有意无意的 无知 好奇 伤害无数的动物 甚至于 长大以后 为了这个口欲 非常的爱吃肉 无肉不欢 那我们对这些动物 朋友的伤害 岂止是让他断手断脚 还有我师兄如果在抓蚊子 他都是用一个透明的塑胶袋 然后慢慢的去把蚊子装起来 然后塑胶袋把它拉开 然后就把它送到阳台 或者窗户外面这样 结果我手受伤之后 有一次我看到我家师兄在抓蚊子 我说师兄小心一点 他已经抓到了 我说小心一点 你不要伤害他的手脚 很痛 然后还建立他说 以后塑胶袋 再用大一点比较安全 然后 我那阵子神经压到 连那个骨壳权位都不帮我看 我就非常的屋准 又看到那个静思 也就说 不要把病痛看得太严重 心有烦恼着无法解脱 那身体的病痛可以帮助我们消去业障 所以要去承受 那在解惑这本书 就刚才明哲师兄也有提到 就是这书里头都是上人针对生老病死 就有好多的页面在讲 非常多 那我只是看到一些 就是上人这些话 他就是一直提醒我 一直提醒我 啊我的时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那我就选几个奖 那有一位师姐的女儿身受病苦 却能够自在欢喜度日 这就是福 因为身已经受到折磨 心灵不要再受烦恼的缠绕 要不然业力就更重 然后我们要面对现实快乐生活 反反恼恼也是过日子 快快乐乐也是过日子 既然遇到了就好好面对现实 然后我们在场也是很多师兄姐 包括我们的主持人 也曾经生病过 可是他现在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的过日子 那这些病人就很可爱 然后给我的体验就是 前不久一个 我们日照的一个老菩萨 他组着一个四脚的拐杖 他就中风了 他说我四年前不是这样的 我四年前我到处去做义工 这样我跟他说 杰杰你有做来盾 你有做来盾 那我们上人也跟我们说 我们要盘点生命的价值 一旦我们虚度日子 就倒下去 想要做都不能做的时候 那就是非常的懊悔 那我一百年的时候 也有就是那个血红素掉到五点七 因为子宫肌瘤 当时我发了两个愿 就是说要深深深深深推广 素食 而且要 我感恩大爱胎 我妈妈说 他不能一天没有大爱胎 感恩大爱胎 也可以让我们上人的法音 宣流全球 所以我就说我要募集 33个人吻隆董 这样子 那一年让我回忆起来 最美好 最充实 那这几年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多人都在推述 我就 哎 竟然自己懈怠了 我想说那么多人在推述了 结果这一次 又给我不同的体验跟学习 所以我一定要再更积极的来推述 而且我第二轮的人吻隆董 继续把它完成 好 那我最后就是感恩 感恩上人 感恩德岳师父 跟我说回我们慈愿 那终于何了 这样 感恩我们有慈悸意愿 感恩很多很多的师兄姐 还有家人朋友 尤其我们师兄姐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协助我 帮助我 照顾我 非常感恩 也祝福大家